给你们一个任务 现在旁边一本书都不要有 手机呢也放一边 不要去查 不要去百度 不要去biddle 不要去google 然后 随便想一个单元 不管哪一颗了 但最好是除了语文和英语以外的任何一颗 随便想一个单元 哪本书哪个单元都可以 然后请你把他这个单元的 知识的框架图 思维导图 反正不管是什么了 画下来 不要画那种特别粗糙的 特别大的 要比较细才可以 所以要涉及到重点的知识 大家有所设计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讲一讲 就是你不画出来了吗 讲一讲 看一看能不能说到说到 根据这个你写这个东西延伸开来 谈一谈你对他的理解 两步 根据我的经验 如果你是个二本狗 就是成绩很差那种 你第一步 你都搞不定 99.9%的人 中期高中三年 写了这么多的作业 刷了这么多的卷子 做这么多的题目 听了这么多堂课 写了这么多笔记 到最后 你让他画个框架图 让他画个思维导图 他做不到 别人越是做不到的事情 你越应该去做 这样才能显得你和与众不同 很多人喜欢问 哎呀 这写作业的时候 听课 作业太多了 没有时间听课 哎呀 听课了 怎么写作业 这些还有这笔记 都这些问题 拜托 你和其他人 到底有什么区别吗 有没想过这个问题吗 你看上去很忙 但是 其实你什么都没做啊 什么都没有做 好多人到现在都高三了 还要去纠结 什么写作业的问题 哦 我问你嘛 你现在成绩好不好 一本以下的 统统都算不好 那我再问第二个问题 你写了多少作业了 你这么多年 写了多少作业了 第三个问题 这些东西 对你的成绩 有没有帮助 很明显没有 这反应什么 反应没抓住本质 知识的本质 或者说成绩的本质是什么 我告诉你两个字 是网络 是一个network 也就是说 一谈到这一个东西 你的脑中 马上就能浮现出一张网 这个网呢 要尽可能的去 尽可能的详细 尽可能的绵密 而且这张网上的每一个点 你都有自己的理解 这叫知识 或者说 最常见的这种说法 叫知识体系 我前几天 讲那个河谷 地理讲的河谷 那个时候呢 我在吃夜宵 我身边也没有书 我事前也没有去掰抖一下 我也没有去查 我就纯粹凭着自己 以前的那些 以前做过的知识框架 我去讲 我的那些经验性的东西 这些东西 我从来没有背过 记住 我从来没有 把它 哎呦 弄好了之后 然后拿去背 我从来没有干过这个事情 但是干过什么呢 把它放在一张网上 看得很清楚 对吧 然后有事没事 拿来讲一讲 就可以了 如果你现在成绩 连九八五都没有 那请你 想 就想一个问题 拿一张白纸 随便挑一个单元 看看能不能把图做出来 你不能只做个草图 要尽可能的详细 如果做不出来 第一步做不出来 第二步讲不出来 没错 这是你成绩上不去的原因 最大的原因 这个东西不是你写多少作业 做多少题 那个多少卷子 可以得到的东西 你做再多也没有用 因为无数代人的经验 已经证明了 他们刷了超级多的题目 写了超级多的作业 给那些教辅出版商 挣了超多的钱 但最后还是就那个样子 你如果想那个不一样 那请从织网开始 你先把这张网给织起来 作业什么的真的不重要 我只能说真的不重要 我也不能说叫你不去写 免得你们有些人又骂我 说哎呦 不让你写作业了 哎呦 害死人了 我只是说写作业真的没有用 如果你本身没有网的情况下 没有框架的情况下 写作业没有用 请你先那个不惜代价 不择手段的先把网弄起来 其他的一切再说 先把网织起来 粗糙一点没关系 慢慢补充嘛 这个都无所谓的 但是每个单元 或者每本书 一定要有网啊 你没网你怎么做题啊 先把网织起来啊 粗糙一点没有关系 你先要去做这个事情 第二步就是去讲 就是把这网补充内容 你在讲的过程中 一方面可以补上知识点 比如说那天我那个 讲那个河谷那块东西的时候 有一些东西漏了 比如说水库的作用 我就漏了一些 对吧 各方面都漏了一点点 你往上补 第二个 你要去试着去谈 你对这个东西的理解 是什么东西 什么叫理解 就是它在题目里面 会怎么表现 比如那个河谷里面 有轻蚀搬运 因为它流水本身 那是轻蚀搬运成绩嘛 这时候我马上就找了个 举了一个题目的例子出来 那个题目我做过 我讲过 所以我可以 可以举这个例子出来 去论述这个轻蚀搬运这块的东西 这叫理解 总之 知识 成绩的本质就是网络 你没有网络 你就没有分 就这么简单 你没有网络 你就那么点分 做再多事情 花再多钱 听再多课 写再多作业 都没有用 我话你讲的这么直白了 我叫你们不惜代价 去把网络起来 我只想这么一遍 以后再有人在那哀嚎 说哎呦 我这回成绩又考杂了 我一模又砸了 二模又砸了 请先问问你自己 网络起来了吗 没有织起来 活该